又来到我们看房日记 很久没有拍了 今天这套房子 其实我们同样的房型拍了好多次 包括样板间 也包括我们之前有拍过一套1650万的房子 它的占地面积和它的房屋的面积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那套房子是550平占地 这套房子是549.2平米 基本上就550平米 然后房子的建筑面积是在320平米 4房4位 然后再加一个保姆间 一个保姆微信间 这套房子其实房东是在疫情之前买的 然后交房的时候正好是在疫情期间 所以这房东都没来过 这套房子确切来说是全新房 里面是没有家具的 跟之前那套1650万的区别 就是那套是二手房带家具的 这套是全新房 包括还没有过户 就是完完全全的全新房 大家可以看 这边侧边的花园其实特别大 这套房子我价格忘了说了 这套房子是1200万台铸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几年口罩的关系 然后收上缺点钱 所以房东想套钱 好吧 这个小区所在的位置 在整个清卖来说 小区内的配套和小区周围的配套都是 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它的地端 它的配套的问题 包括它也是大开发商的大社区 然后这个是一个车库 四车位 缺起来说它是两车位 但是停四辆车是出手有余 然后我们到里面去 这套房子因为里面没有家具 所以我们就一定到底了 我们不分了 好吧 因为这个房型我们拍过好多次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客厅 来看一下 很大的一个客厅加上餐厅 是一个长条型的 然后一楼有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面积不算大 就是标准的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的卫生间是在这边 因为要兼顾这个隔壁的卧室 所以它是有淋浴的 然后我们过来 这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厨房 因为这个是全新房 所以它整个厨房也是一个教房标准 然后从这边过来是 然后这边过来是保姆间 这边是保姆间 保姆卫生间 因为我没有拿钥匙 这两个们说了 保姆间保姆卫生间 基本上就是标准的 标准的保姆间保姆卫生间的大小 大家就把它当作泰国标准的毛胚房 这个是泰国最低的交房标准 这是我们国内毛胚房的交房标准 楼上是三间房间加一个客厅 然后三间房都是带独立卫生间的 所以三间房都是套房 包括这间客房 它是有一个阳台 小阳台 然后过来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台湾马桶淋雨就是三间套 然后我们 这个是第二间客窝 第二间客窝 它的面积跟隔壁的间差不多 这间客窝就是没有带阳台 然后一样的有独立的一个卫生间 一个套房 然后这个楼上这样的客厅 已经算面积很大了 就是按照三百多平的面积来说 也有人把楼上这一间做成一间书房 或者卧室 或者你直接做个隔断也可以 当然就每个人自己想法了 这边是主卧 主卧它同样的带个阳台 主卧大家可以看面积很大 通常我们那时候拍的样板间 我记得从这边开始拦过来以后 这边是一个衣帽间 所以你可以把这边做成一个衣帽间 然后主卧的标配 除了台湾马桶淋雨 就是有一个大大的浴缸 所以这套房子基本上就很简单 也没有什么家具 但是这套房子我为什么来拍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性价比特别高 同样小区 现在同样面积同样土地大小 基本上都要在小两千 然后这套房子现在是一千两百万泰铢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诚心要的话 价格可以微调 好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